马来西亚的前师兄问的 Chen Chen Rotus Roto 尊敬的根本上师 师尊福安 弟子近年跟近期看到同门 在外学习灵气疗愈 后来为同门灵气治疗 也在外开班教导同门 据所知 这种灵气治疗属于气功 一种将自己成为能量的管道 利用自己的丹田气 发出去治疗 他们称为气 打气 因此 总结以下的疑问 请是根本上师 这样做是否如法 还是符合真火传承吗 这个事情 讲起来是比较悬 因为大家知道 以前 在梅兰叉 很多的气功师 有一阵子是很流行气功 非常流行 几乎很多的气功师 但是我在这边 我们这里西雅图雷将士 有很多的中国大陆过来的气功师 那时候我也看到好几个气功师到这边来 他们都是要帮我们同门治病或者怎么样 我也曾经看过最近比较少 以前看过几个气功师 你们遇过中国大陆的气功师吗 每一个都是气功师 好多 多到不得了 你们有见过吗 有见过气功治病的吗 有吧 好 有见过了几手 气功 他本身就是 那个德华 他每天都要帮我治病 他以前说你哪里有病 他说 他讲我有病的时候 我就跑到双杠这里 他喊练双杠给他看 他说看起来没病 他在讲我有病 我就拉几个当杠给他看 他说 他说你脊椎有病 我说腰头给他看 他说你的腰椎有病 我就扭伸给他看 到最后他再也不敢要治我的病了 还有我们韩国也有气功治病的 我都来过我们这里 他说你身体有一边比较没有病 有一边比较有病 会话嘛 每一个人身体都是这样子的 你相信不相信 都一边是健康的 一边是不太行的 你不要被他扶了 因为我记得有一个笑话嘛 他有一只脚的膝盖有问题 医生跟他讲 你这个膝盖是老化了 这个病人就跟医生抗议 我的右脚膝盖不好 但左脚是好 你说我右脚是老化了 那左脚呢 连你是一样啊 怎么左脚没有老化呢 那医生就打不出来 其实人的身体 真的很奇怪 有一边是比较正常的 一边是比较不正常 生病那一边 总是那一边 这到底是什么问题 是脑的昏迷的问题 师母的帕金森 是什么问题 是脑的昏迷的问题 一边的昏迷是正常的 一边的昏迷是不正常的 这边昏迷不正常 影响到这一边 这边的昏迷不正常 影响到这一边 所以我们脑里面的 昏迷的明点呢 如果两边都是正常的 你这个人身体 真的是正常 但是这种很少 大部分来讲 都有差一点 使母睡眠不好的时候 我也用气功疗法 帮她 这属于民俗疗法 属于民俗的疗法 真的气是存在的 我每一次啊 你们有看过我帮助师母吗 谁有看过的 看过了有好几个 她每一次在晚上 或者是说她身体不好 觉得手脚无力 手都抬不起来 包括喝水都没有力量 她这只手要拿 那个杯子起来 喝水都拿不起来 拿笔写不出字 严重的时候是这样子 那只要用气功的了化 她是会好的 这个能不能治好人家的病 还要看你自己的气 到底雄不雄厚 你自己本身弱不弱 或者很强 你自己气很弱 你就没有办法帮别人了 不管是如不如法 你要量一量自己的力量 阿们得到时候 或上身 如果你真的有一些麻烦的话 就来西雅图找师尊 真的